大家好 我們都忘記了 我是葉成 謝二方 我們剛剛在723 高鐵慘案 不叫洞車 洞車給人家 只是改名 一個大陸的高鐵慘案 這個真的很淒慘 我們也有紀念的活動 我們都要悼念活動 火車站那一堆活動 我沒有到 麥卿也介紹一下 我們怎麼搞 剛剛的星期六 我們在旺角火車站 舉辦了一個悼念活動 燭光晚會 也有幾百個解放來參與 基本上大家 都很憤怒死者不值 因為他搭車就搭車 結果就 上了天國 上了天國 去天國的火車 搭了他 真是淒慘 最淒慘的就是 又掉了 其實那些是遠土 在電視看那些泥土 要問一下法醫 我覺得鐵路部的發言人 那個是正仆街 我不管你信不信 標準共產黨的發言人 我不管你信不信 反正我就信了 有人問他 為什麼你找了一個 那個女生叫什麼 那個兩歲的女生 依依 她說為什麼 幾個小時後又找到她 她說這個是奇蹟 你相信是奇蹟 還有沒有奇蹟在車廂裡面 她就不管了 那個洞這樣 埋了她就算了 她說 最重要是通車 所以為什麼說 標準共產黨 因為無神論 無神論 第一不相信有神跡 第二不相信有奇蹟 是 他也說是奇蹟 是唯物論 所以就賣掉 就這樣 那在這個九龍車站 我們就搞了什麼 我們就有一個悼念 然後第二天我們有些遊行 現在的照片 我們就在禮拜天 在金字經廣場 就遊行去中聯辦 是否很曬的 哇 三十多小時 曬得融化了 大哥 我都在幾個小時 曬得融化了 好像關公一樣 兩點鐘我們就集合 這個我看到恩生說的 和一些兄弟聚集 這個在金字經鋼場那裡 我們就集合了 然後我們就 舉行有悼念 然後 然後帶著三個花圈 這個三個花圈 我們在禮拜天用過的 一星期天送給中聯辦 有多少人呢 過了五百人 相當不錯 基本上也有很多人參與 不單止人民力量 也有很多朋友參與 其實這個活動 我們也要澄清一下 就算是九龍東鐵站 到這個金字經廣場 其實都是一些網友發動的 對 我們人民力量響應的 對 我們人民力量響應的 不過呢 人民力量又可能 也有制服 也有些 值班 可能聲勢就蓋過了 一些網友他們自己的聲勢 其實我也覺得 很對不起網友 是吧 但是沒有辦法 因為一些活動 我們也希望有一個整齊的隊伍 但是一個整齊的隊伍 又將一些比較散的網友 就淹沒了 我們就組織起來 淹沒了 但是功勞 其實我們也是看報紙 說網友呼籲 即是禮拜六晚 在禮拜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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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說 咦 不如我們也響應 也是很臨時臨舊的決定 是的 所以 人民力量都透過不同的管道 呼籲大家參與 也有幾百人 連網友 那場面也相當膨大 於是大家對於很悼念的死者 沿途就不斷喊口號 由金子經一直喊到中聯辦 哇 真的喊了幾個小時 大哥 很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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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猜時間大概兩點半小時 金子經出發 我們去到中聯辦 差不多五點幾 六點 差不多五點 其他路由王后大到中 王后大到東走 那些路又難走 坦白說 是 高高低低 又高低 又熱 又缺水 是吧 我們有些手足拿著幾個花牌 我跟劉翁先拿了一段 是 手都累了 大哥 真的很重 花圈很重 下次真的有一個這樣的花牌 花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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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希望整兩條 整條竹出來 用肩膀搶一下也好 你看用一隻手拿著 那些是臨急的 打算不打算托著去 打算放在金子經廣場的大陸期那裡 拍完就算了 不知道哪個人又說 不如托花牌去中聯辦 那一托就 我的天啊 說過了 沒有托到 托幾個小時 真的很累 不說得少 真的 但是也很有意義 因為都將幾個花牌 放在中聯辦的門口 這是很罕見的 其實也引起一些公眾關心 還有一些網友看到訊息 其實也讓大家可以消消道氣 那報紙呢 報道有些有幾十 有些有百多 那我就站在最後 我是最後一個通過的 在中聯辦鞠躬的時候 那就是因為警方都說 你不要一站勇多人勇過去 二十個二十個去 那其實呢 是有二百多人的 就是因為沒有 中聯辦有二百多人 是有二百多人 那你的報紙呢 他沒有數 他又不是很像我一樣 我真的一個個數 因為一批就二十個 一批就二十個 那總共有十一批 那就是二百多人 那就是二百多人 對啦 相當不錯 所以就是 初初起行的時候 五百多人 那你知道 有些人都說 就是看到麥當勞 鼠進去 看到地鐵走進去 剩下二百多人 其實都 都挺好的 就是有些很大堅持 就是表示大家 真的很關心這件事 當然 鼠了去麥當勞 我不是說他沒有心 真的太熱 真的太熱 還有我也想鼠 我站在前面 我不好意思鼠了 還有有些小朋友走 我記得有些小朋友走 有些小朋友走到最後 出資就頂不住了 真的中暑了 就是流浪 但是 也很有心 父母一起來 這件事呢 我們都 表達了我們的意見 對723溫州高鐵事件 很容易 我想要跟我們 你跟我們 高鐵 還需不需要蓋 或者怎麼蓋 我想要談一下 是啊 第一 我們香港政府 就是 動車動車 我動的老母 問題就是 喂 現在我們給錢 六百七十幾億 是去高鐵 他告訴我高鐵 喂 現在我如果照他的理數 在大陸的標準 是動車 就是騙了我 是吧 是吧 那這條數 怎麼計算 是吧 因為超過大陸的標準 超過250km 就叫做高鐵 二百五十個km以下 就叫做動車 喂 這一條 香港這條 所謂高鐵 百幾 不知道 百二百三 是吧 這個當然是動車 火車 我也很懷疑 高鐵 你根本就稱不上 即是比火車快些 比動車低些 現在就說 七百幾億 那你拿去 七百億 你拿去 而且最重要 那個信號系統 用大陸那套 整個控制中心不在香港 是吧 又追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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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辦呢 我們真的不要放過 不要放過謝元華 我們都要他 交代清楚 要不你就回水 不要搞 就是 還給蔡元村 給人家 如果真的搞了 蔡元村 還給他 重建 是吧 你起一條 所謂高鐵 第一你不符合高鐵的標準 第二 就是 你現在看到大陸這條 所謂高鐵出事 而那個出事的原因 就是 信號 信號的問題 而我們香港 這條高鐵 又是用大陸這個 信號 好像說 我們的系統中心 都不是香港 控制那個系統 控制那個系統 不是香港 都要疑惑 雖然他說 香港也有一個 當然是 裝模作樣給你們看 不過我懷疑 其實整個系統 就被拘捕到廣州 到底大陸會不會 把系統放在香港呢 真是疑惑 控制洞 應該是香港 有一個 但那是否中心控制 真正的控制洞 就是大陸 香港只有一個十 這次是十了 真的十了 大哥 死不死 還有沒有什麼行動 去對付香港政府 這次建造這個動車 我們都要想不想辦法 我們這麼多苦行人士 在高鐵 在立法會通過的時候 那群家產 就是舉手那群 我們要他們 現在不見了 閃光了 沒有人出聲 舉手那群 舉手部隊完全沒有人出聲 我差爺那些 沒有人站出來 真的 哇 你看到這群人 香港有這群人 我都不知道怎麼算好 黃光雅說香港沒有政治領袖 全都是拆鞋子 全都是新手 說黃光雅這個 真是混蛋 你講了一個事實 他身邊整群拆鞋子 左拆又拆 那個問題 他說香港的公務員 不會做master 以及不會做boss 他明明是香港那裡 他正在行什麼制度 現在范淑麗泰都說 指明是曾蔭權 已經對號入座了 已經說明是曾蔭權 我不管他指誰 問題就是 香港從來沒有master和boss 對嗎 master和boss 那個定義就是 如果你要叫master 或者boss 那隻狗 你可以叫他master 你就是主人 對嗎 boss 你可以是他的僱員 你叫他boss 喂 他說boss和master 是我們 那些公務員 是我們的屬下 雖然他主 如果說民主社會 我給他權力去管理這個地方 工博 工博 你為什麼做人是boss 就算你有民意授權 你也不是我boss 人民才是boss 人民才是master 所以這位黃光雅姐 他絕對是人家做master 他就做slave 他在大陸真的做boss 你知不知道 他當然不是做boss 他也是奴隸 他是他老闆的奴隸 對 然後奴隸 就是他廢誰 他就廢誰 但是他從來沒有 沒有一個觀念 人民才是boss 沒有 哪有這個觀念 他眼中沒有人民 哪有 哪有 不然那個動車 不會被這麼近 大老 好了 兩壇事 其實其他台也說過 不過 十人牙慧也說幾句 不過我們真的要說 為什麼共產黨會這樣 這一集我們真的要說 為什麼共產黨 蘇區是人家訓練出來的事 我們先說這個井江山 還是先說這個 中原會戰才好呢 如果以當時來說 雖然我們說共產黨 但是在整個中國現代史 在當時的年代 其實主族的人物 和黨派都是國民黨 都是蔣介石 所以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應該說中原會戰 好 這樣會比較豐富很多 中原會戰 這個 這個 這場 很多人就不懷疑有這樣的戰爭 雙方就投入了七八十萬的軍隊 就是超過一百多萬的軍隊 在這個戰場上面 是屍殺的 是 非常慘的 當時中國的幾多軍隊呢 是大概兩百多萬左右 那就是說 其實是說一半的軍力 在這個戰場上面 是 那戰場有多大呢 很大 包括多少個省呢 我這樣說過 都有八九個省 全部以北京為中心 八九個省 由北京 山東開始 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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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去殺到廣西 廣東 湖南 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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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福建 廣東 廣西 湖南 湖北 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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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 江西還要戰場 江西 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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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場很厲害 但是這場戰役呢 其實又可以這麼說 就是國民黨裡面的內鬥 因為呢 當時爆發的時間 正正好呢 雖然說是1930年開始爆發 但是這個醞釀期呢 就是1928年呢 就開始醞釀了 1928年正正好是什麼呢 就是說當時呢 北伐成功 成功 叫做成功啦 即是東北都歸順中央 即是以上歸順中央 即是北伐就到那裡為止 是的 北伐完之後呢 有人打完齋就不要和尚喔 誰打完齋就不要和尚呢 其實 又不可以叫做打完齋就不要和尚的 其實這個 因為你養太多兵 也都不是 也都不 你說全國已經統一 西士都無戰士 二百幾萬軍 那你養這麼多軍人做什麼呢 當然要整片 因為要付錢 其實當時的稅收入不多 那你統一之後 喂 你又要磅水喔 不是不是 那問題也是這樣 那稅收還是在 就是 海關 不是 在那幾個軍閥的手上 他統領著那幾個省份 那些稅收不到中央 對 海關呢 那個稅收又進不了中央 又進不了中央 都是外國人拿著的部分 都不是外國人拿著的 是當地那些 當地那些 土和國法 名義上歸順中央的軍閥 對 對 概括一點說 東北歸順 但是都是張學林 說是 山西都是嚴世山 是 嚴世山說是 陝西那些都是馮玉牆 西北 西北軍馮玉牆 然後就是 四川劉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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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 廣東 那 都是國民黨那邊 李濟心 李濟心 但是李濟心 毀了去廣東省 都軍他 似乎又自己 嘩 我想有兩個背景 大家要知道 第一 就是國民黨的主族 但是共產黨的主席 亦都因爲這樣 毛澤東也都在 井干山那裡 由二八年那裡 就上到井干山那裡 搞蘇區 是 是 因為國民黨根本沒有空打他 不是 因為沒有空打他 所以他能夠發展到 是 下一集我們說 現在的問題是 就是說 中原大戰就一開始 國民黨呢 慘了 這麼多次 三次我們三次失敗 就是 第一次 第一次不佛之後 結果就是 因為 卓術軍 又打起來 第二 跟著又 抗戰 抗戰 抗戰勝利 又是因為薩軍 那些國民黨軍隊湧去共產黨 那又失敗了 是嗎 嗯 所以去到台灣之後 就做了一個退除役官兵委員會 怕了你們 是 退休不要緊 仍然有事給你做 就是用這個退除役官兵委員會 就是 比如中華建築 他會去一些公司 安排這些復原的官兵 去入這些公司去做事 是 就不像以前那樣 喂 你回去耕田 就說 糟糕了 我家鄉都不知道去哪裡 家鄉那塊地都被人佔了 再不然 最後被一個戰士壽田整理 是 是 退休不要緊 退休之後 將來有機會回大陸的時候 貧政可以換地的 哇 光復大陸又貧政換地 這個哄了幾十年 那不可以這麼哄的 第一就是光復無望 第二就 政府也用錢收 買回政治手電車 讓政府有錢 如果政府沒有錢 就派個證明給你找 就是寫欠單 就是不要 不可以說他找笨 因為光復都沒有 無奇 你拖下去 那些老兵拿著一張智能授 都沒有機會回大陸 你給他田給我 那 managers 那他們都沒有了 政府就用錢 用錢回回這些發力 那當時政府儲存到有錢 那才幫你買 現在大真的,1930年後國民政府沒有錢,沒有錢又要剁人,因為剁得很厲害 當然,他剁人的時候,因為有很多軍閥手上有很多兵 你剁了我的兵,我的軍閥怎麼當下去呢? 剁哪個兵呢? 其實當時很談的,當時開會的時候,剁按比例,剁一半的,基本上剁一半的,按比例 二百萬減一百萬就最好,你剁那麼多,我剁那麼多,大家都有兵 但好像又...一開波的時候好像... 談不定數 他覺得在1929年1月,國民黨召開了一個國軍編遣會議 即是重新編制和遣散軍人的會議,這個編遣會很嚴重 這個大問題 所以最大問題是... 遣就遣散了,已經減少了 你剁一半吧,減少了 你剁那些,剁那些,剁那些給歸中央 全部叫中央軍 軍隊中央化 軍隊中央化 以前那些,我的馬來的,大哥 現在突然剁一半馬就算了,對不對 剁一半都聽我的 原來不是,聽中央 那我怎麼說,無兵司令 哇,那又失不得到稅 失不得了 沒有人聽說 那些稅抽自不然歸中央 因為你將他的兵殺,即是縮光了 那軍閥自不然變成一個中央軍隊的軍頭 你就不是獨把一方,不是一個繁熟,大哥 也要在這裡找個小故事 那是黃熱場當時西北軍,歸順中央的時候 其實當時跟他兩個商讀過的 一個是南京,一個是和保漢,汪精衛 汪精衛給了五十萬大漢去歸順我 蔣中央說 我給你一百六十萬大漢,歸順我 然後 Sandy 跟著一百六十萬大漢,歸順我 所以馮玉祥和蔣介石 在那時候又清兄道弟 是呀 給了一百六十萬 大樣啊 其實呢 我看回一些資料 有一個說法就是 三千佳麗就純服了這一群人 因為呢 美人計 當時那些什麼 鹽石山啊 這一群人 那些土包子啊 當時你叫土包子 來到京城之地 慢慢美女如雲 你要多少就多少 像香港卡拉OK一樣 當時南京是循環何叛 哇 循環何叛 你撿幾件女兒自己就搞定她 搞定她 嘯嘯夫子又在酒色彩戲裡面沉迷 然後從而跟她講素 哦 基本上都容易說的 沙南有很多人做生意 都是夜總會的 直說歸說啦 最後都是兵庸相見 對呀 談不上 其實在這段時間呢 大家都有不同的看法 因為當時來說呢 馮玉祥和李宗仁等人 他就說 喂 你要減人 減誰呢 減誰呢 減哪些人呢 曾經呢 李宗仁和馮玉祥等人 就說 不如減吧 減了你先 減了那些軍官先 即是中級軍官先 那其實這一個呢 就是針對當時的蔡介石的 那現在圖上面見到的呢 就是李宗仁了 李宗仁 其實都跟蔡介石呢 是真的結拜兄弟的喔 傑月根蘭 幾個都是的喔 對呀 幾個都是的喔 打開球不分 一開球跟他們說 傑月根蘭不如我們 結拜了喔 真是結拜的喔 是 這個真是正式插業為民結拜喔 但是打的時候呢 又去打他才的喔 那小弟很欺負 因為那時候呢 李宗仁都是廣西人 嗯 這個是廣西本身那些的 即是陸軍學校畢業出來的 是學生來的 他就沒留過學的 那他又另一個呢 很好的拍檔 那個就是白崇禧 人稱是小諸葛 小諸葛 那這個呢 就是白先勇的老爹了 嗯 那白先勇的老爹 白崇禧呢 就跟李宗仁呢 就十分之友好的 那當時呢 就稱為貴系 貴的意思就是呢 就是廣西的地方 廣西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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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陸海空三軍總司令呢 一搞笑 先賣個關子 下一節再說